微菜一百煮意 料理有創意 做菜真容易 微油不膩 回味无穷 古早味香菇肉燥饭 好 我们今天邀请到 我心目中最会做卤肉跟肉燥饭的 谢谢老师 我应该讲 Vivi还是要讲蔡老师 还是要微微蔡老师 那么今天要做一个 很古早味的香菇肉燥饭 好好吃好好吃 好好吃的香菇肉燥饭 Vivi做的最好吃了 太久没吃了 太久没吃了 好怀念 那么这个香菇肉燥饭 要做之前首先要一个原则 什么原则 莫荒莫及随便丢 真的吗 这么难的菜还莫荒莫及随便丢 这样做出来的菜才会好吃 不要太慌张 那我这个锅子里面都不放任何的锅子 我看洗得干干净净就好 那么这个是五花肉黑毛猪 我是用手工切成这样子 建议大家做菜 对于中国以下我原则不要太大 对 其实太大我对身体不太好 好 那么我把这个肉放进来 好的 有听到气的声音了 有 真的肉很多 两斤 这个锅这样不会太小吗 对 它等于它会缩 就让它这样子煎就好了 你不用太急去翻动它 你稍微让它稳定后再翻动它 那么这个香菇呢 我们要来把它切成冰 两斤的肉我就对两颗八角 一斤的肉就对一颗八角 那也很容易弃 好 所以油稍微撇一下就对了 对 我看稀稀有稍微撇一下那个油 我一定要把留一些油起来 对 有炒过红葱头的人知道 它很湿油 非常非常湿油 通常我会利到油还在倒回去 这红葱头一定要有点微黄 它整个香味才会出来 哇 就差不多像这样子的颜色 就差不多可以了 那么我现在放香菇 香菇 我们要炒到那个香菇味道都出来 所以香菇的香气要出来 对 一定要出来 再放肉 我刚刚说做菜莫吉莫红 随便也是不是要放一些香料 酱油等等 对啊 或者你挤对不对 就让你先熄火 先熄火 八角跟五香粉 好 我可以再放一点点的白胡椒粉 其实你说你把火熄掉 它锅子还是一直叭叭叭叭叭叭叭 因为锅子的热气很高 好 差不多 够 各位可以看到我的水分还是很少 好吃的卤肉水真的不要放太多 对 那这个糖我大概两匙就够了 好 我通常会用到一匙的酱油糕 那我会再放一个一大匙颜色比较深的酱油 那么我们再兑三匙的酱油 这个时候你尝的味道比刚刚好再淡一点点 嗯 甘甘甜甜 对 就是古早味 很香的 那么我们最好把这些通通摊皮 这时候我们就可以开开一次 嗯 先看一下 好 那么因为我这个是黑毛厨师 对 所以上升两天红线赶上我十分钟 十分钟就会好 拿下一个小时对不对 哇 哇 太期待了 哇 真的水出来了 刚刚没有加多少水欸 哇 这颜色好漂亮啊 红葱头酥 对 跟蒜酥放进去 红葱头酥跟蒜酥的味道 我们要附着进去了 附着进去的时候你就可以熄火了 古早味的香菇肉燥饭上桌咯 上桌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